大家好,歡迎收看東華三院教育系列最後一集 我是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歐文素校長 我也是東華三院黃昏南中學的畢業生 今天很高興我成為今天的主持 也邀請了幾位的校友 一起來分享一下我們東華三院成長的經歷 不如首先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好,我是陳緝圖Aqua 我在東華三院黃士森小學 和東華三院陳善文中學畢業 然後在港大英文系畢業 現在在金融界發展 大家好,我是梁國鑫 在東華三院革命年總理中學畢業 現在在北京青華大學讀每屆大四的同學 我們還有兩位線上的校友 文熙、Alex,你們也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Alex,我是阿芬堯 在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園 我現在的紀念小學和女潤財紀念中學畢業生 現在是英國華威大學、數學、運籌學、統計學 及經濟學的二年級生 大家好,我是梁文熙 我是東華三院徐子唐幼稚園馬金燦紀念小學 革命年總理中學畢業生 現在在北京青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一年級就讀 今天很難得我們能夠聚首一堂 雖然之前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學校 但是我們以往都是穿著同樣的校服 唱著同樣的校歌有同樣的校訓 你們記不記得在校歌裡面有一句歌詞 《晦明風雨》《努力前程》《良機莫辜負》 這句說話都是一直成為鼓勵我的一個在用名 因為它提醒我無論是逆境或者順境 都要努力向上 真正每一個機會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在學校裡面有很多課外活動 但是因為我自己家本身是基層家庭來的 家裡的經濟不是太能夠支付很多的興趣小組給我去學 所以在學校我又有機會去學習音樂 還學長笛 在整個學長笛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一毫子的學費都不需要給 學校還要借一支樂器給我 到我畢業的時候 老師很好還送了一支長笛給我 以至於我在大學的時候 可以靠兼職做長笛教師去支付我大學裡面的生活費 其實這樣想回頭 都會覺得這個學習音樂的經歷 其實帶給我很多東西 除了是大學的生活費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接觸這個世界的機會 還有一次跟著管樂團 去到現在禮賓府那個位置 去做表演 當時的港督衛奕遜著事 親自來跟我們打招呼 還跟我們去介紹他的府邸裡面不同的地方 當時其實我也很震撼 因為就會發覺原來這個世界是很大 還有原來我也可以有機會接觸不同層面的人 這些經歷是直接令到我 改變了我去怎樣看這個世界 擴闊了我的眼界 你們在東華學校裡面讀書那麼久 你們有沒有一些那麼難忘的經歷 你們怎樣去把握每一個機會 我也有相類似的經歷 其實我自己都在屋邨出身 我就讀的兩間武校 雲時深小學 還有陳肇文中學 都是屋邨學校來的 但想起其實兩間武校 以至乎東華三院 都一直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機會給我們 就好像在中午的那一年 中學的通識科 他們就安排了一個聯校的論壇 幾間不同東華的屬校的同學 有個論壇去討論一下這個房屋土地政策 那時候真的覺得這一種這麼有互動性 然後又真的這麼有互動性 然後這麼有趣的學習方式 真是很吸引到我們 這個論壇最後的一個彩蛋 就是竟然東華三院的教育部 可以安排到時任的特首梁振英先生 來跟我們有一個對話 即使出來社會 想起以前中學接受過的教育 尤其是這些經歷的話 會覺得自己在公民教育方面 有一些很難得難忘 而且都是一些很真實的公民教育的過程 其實實際上東華給我們的驚喜 就不僅只有這麼少 由我們剛剛入學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我的情況就好像歐校長這樣 他當年就有很多的興趣班可以選擇 到我們現在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在中一剛剛入學 每一個人都要選擇一樣技能去學習 就叫做一人一體藝計畫 我記得選擇有很多的 好像中樂的琵琶 古增、羊琴等等 西樂的小提琴、大提琴 學費都是一樣 基本上是接近沒有的 只要你上一堂 就可以不用付錢 那好像我自己這樣 我就選擇了學琵琶 一學就學了六年 到後期參與學校的中樂團 還做了琵琶首席 都參與過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出 學習一種新的樂器或者技能 是去逼迫我們 就知道自己就算面對著一些新的挑戰 都要勇敢去嘗試 去到挑戰自己 突破不同的極限 這樣都會令到我們 之後出來的社會也好 或者在我們的成長路上面 是更加有自信 以及面對的困難 都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也會不斷堅持 去到創造不同的新高度 我們東話的學生 真的有特別多機會 去接觸不同的人士 我知道你們年輕一點 甚至乎有很多機會 可以離開香港去探索世界 文希和Alex 我知道你們都曾經參加 東話學生大使的計劃 你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東話學生大使的活動 學習經歷 我在2019年當時 參加了我們東話學生大使的 倫敦遊學團 在這個旅程裡面 都有很多的新體驗 以及很多平時很難接觸到的機會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學生大使 去到中國駐英大使館 在裡面聽大使的講話 了解到大使 到我們香港青年的看法 以及期望 另外我們都在大使館裡面的 孫中山先生 蒙難紀念室裡面參觀 都認識到我們中國以前的歷史 而我們那年的目的地 其實就是加拿大溫哥華 在旅程裡面 我們都參觀了 卑斯省議會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以及當地的博物館 全方位這樣去了解 溫哥華在政治 教育 以及文化方面的發展 講到加拿大 那怎麼少得那邊的自然環境呢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去是十月的時候 所以無論是城市還是郊野 都是充滿著很漂亮的風熱的 那我們更加是搭了海天纜車 上山去行山 以及去看岩山文宇回流產卵的情況 甚至乎是出海去觀景的 那令到我是更加懂得去欣賞和讚嘆 大自然、自然景觀的美麗 以及都提升了的環保意識 以及對於環境保育的重視 而整趟旅程裡面 最深刻的其實就是去到 當地的華人社區組織 和華人領袖去會面和交流 直接了解回加拿大華人他們的歷史 他們當初是怎樣背井離鄉 去到加拿大發展 怎樣去慢慢融入當地的社會 甚至乎是作出貢獻 和在現在怎樣將中華文化 繼續去承傳下去 也都同時給了一個機會 去學習他們自強不惜 和團結一心的精神 嗯,我有些小道消息 Alex,好像你那一屆 東華學生大使 當年黃炎智主席 特別又請了當地的拍攝隊伍 去拍攝整個活動的過程 那好像當中那個導演 都是我們東華的畢業生 是啊,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搭旅遊巴 去下一個目的地的時候 導演突然拿回他當年 做班長的那個班長章出來 和我們相迎 那我們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他是來自張明天中學 我們的大師兄 那不單只是導演 其實當初呢 帶我們去參觀這個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那位博士生 其實他都是東華的舊生 我真的證明 我們東華人才背出 遍布全世界 我又突然間 我記起一個挺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小時候 我的親戚朋友 逢親知道 你讀東華三院的學校 那他們就問我了 那你是不是要幫東華三院籌款的 是不是要做很多義工的 那彷彿呢 好像我們東華人 在其他人的心裏面 有一個很特定的印象 那現在你們就畢業了 在入了大學 去了社會工作 那你們 覺不覺得我們東華人 是有些什麽特質 還有你們對於作為一個東華人 有沒有一個身份認同的 我覺得呢 東華人最核心的特質呢 其實是我們的服務精神 那在中學的時候呢 其實我參加過一個叫做 虎智方舟的計劃 那就是和其他東華屬校的同學 在清華大學學生的帶領下呢 去到河南開封第五中學 去做指教 那在過程之中呢 我不單止認識了一班呢 其他東華屬校的同學 更加認識了一班呢 在內地開封五中的朋友 那你們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很熱烈地去歡迎我們的到內 同時都很欣賞 還有很感謝我們為他們準備的指教內容 也都是我切身的感受 就是明白到呢 助人為快樂之伴這一句說話 那講起東華呢 其實我們一定會想起就是歡樂滿東華 那其實我都曾經呢 是參與過歡樂滿東華 在兩年的一個表演的項目 那也都曾經是體驗過接聽這個捐款電話的工作 那在我眼中呢 歡樂滿東華是一個很盛大的一個節日 無論是籌款的表演者 還是捐款的市民呢 大家其實都是為了慈善不為餘力 也都希望善款呢 是可以幫助到東華呢 繼續去提供服務 那所以服務精神呢 一定呢就是東華的一個核心價值 也都不斷地感染呢 包括我在內一代有一代的東華學生 那其實我也覺得 慈善精神 是我們東華人的一個精神內合 我記得我小學那時候呢 曾經跟隨過我們學校 那麼去學習 應該現在是叫做 東華歷史文化傳承人 其實好像是這個名字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跟隨了團 去到廣東的開屏 那會學習了我們當時 東華在原籍安藏那時候 做的一些服務 同時去考察了我們香港的上環地區 那參觀了很多 我們東華的古蹟啊 建築啊那時候 還有了解了那時候 我們做的一些服務 那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我就學習到 其實東華真的是一個 很多歷史抵運 還有做了很多服務的這個慈善機構 那我覺得作為東華人 我們應該都有同樣的美德 去旅程我們這個 由古到今傳承的精神 應該在我們學習之後 就會去回報這個社會 我都很認同文希同學所說 那其實我覺得 每一個東華人多多少少 都會有一些的身份認同 還有是帶著這一份服務精神 去回饋社會去成長的 除了剛才說的歡樂滿東華 對於普羅大眾來說 東華賣奇日其實都是一個 很印象深刻的日子 那好像我自己 我是東華參院的賣奇大使 也都在這個賣奇日裏面 有一個人生很特別的經歷 其實從小學開始 都參加過很多賣奇活動 但我記得那一年 在東華賣奇日的時候 大家在早上上班的時候 都走得很匆忙 有位女士就很急急地走過了我 但聽到我說 先生、小姐 早晨幫東華參院買一支旗 她馬上走回來 還要拿一張五百元紙出來 一般賣奇來說 大家都是用一些散銀 或者是十元、二十元 看到一張五百元的時候 真的非常驚訝 那一刻我自己是挺有感觸的 因為覺得我自己幫東華賣奇 真的很驕傲、很開心 原來大家都很認同這個 東華參院的服務 對社會的貢獻 是的 歡樂滿、東華、賣奇 這些聯合的活動 其實都是非常精彩的 其實也都是 令到我們雖然只是讀一間學校 但就是因為有這些聯校的活動 其實直接就擴闊了我們成長的空間 遠遠超乎一間學校可以給到的經歷 沒錯 作為東華的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的畢業生 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在東華這個大家庭裡成長 都給了一個機會去認識其他東華屬校的同學 更加有機會去合作 我們都曾經在聯校的運動會和聯校畢業裡 做過西樂團和合唱團的表演 甚至乎我從來其實沒有想過 去到大學的階段 東華都依然是繼續支持著我 東華的文武廟作作英才海外張學金 給了一個機會去到英國升學 有一個更加大的空間去發展我的興趣 繼續研究數學和統計學 每年文武廟張學金的得獎者和東華主席總監總主任 都會有一個機會聚首一堂 在那時候我們都有機會去講一下 我們這一年經歷了什麼 在今年的那一次聚會 東華主席也都分享了 他當初在英國留學 他自己的經驗和經歷 都會令我感覺到 其實東華是一直很關心和關注我們讀書 讀成怎樣 以及最重要的是在海外的生活 是過成怎樣的 所以就算我現在是自己去到英國讀書 我依然都明白到就是東華會一直陪伴和支持我 那我自己都是這個東華三院獎學金的受惠者 那都是跟Alex同學一樣 其實有一些意外 想不到自己不完業之後 還可以受惠在這個東華三院的獎學金 那這個獎學金其實就一來是覺得很溫暖 自己去到大學都還受到這個東華三院的關懷 另外我自己是在這個內地升學 在北京清華大學 其實他來香港都有一段距離 但是想不到最意外的就是 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 Year one 那時候 當時的主席王主席和Felix總理 他們竟然來了清華大學來看我們 因為那一年其實就是第一次有這個 東華三院的校長推薦計劃 是推介一些同學去到內地去到清華讀書 那都是我們第一年 港澳同學需要參與軍訓的 那所以他們來的時候 就是剛剛我們是軍訓期間 那他們都有說 會不會不習慣啊 不適應啊等等 那都有問 那除了東華三院可以提供獎學金給你 會不會還有些什麽其他的東西 可以支援到 支援到等等 那也是因為這樣 那其後有安排到很多在內地升學的同學 回來和一些師弟妹做分享 那我自己每一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內地讀書的經歷 在清華的經歷等等 那其實我最大的感受是會覺得 東華三院對於學生的關懷 不是只是停留在他們 在那個熟校讀書的時候 當大家畢業之後 都會關注著你 會不會有什麽需要啊 會不會有什麽是可以給更加多支持大家的 那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東華人都是可以感受到 東華三院無微不至的關懷 那是真是很溫暖很窩心 那覺得很幸福的這件事是 好 文希不如你又說一下 我知道你都有拿到東華三院的獎學金 你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我同樣都是拿到了這個 東華三院北京清華大學入學的獎學金 還有拿到了一個東華三院 文詠儀勤劍中信獎學金 那其實拿到這兩個獎學金 我都是很驚喜的 還有覺得東華一直都很關心 還有支持我們這些學生 那因為我在幼稚園到中學 其實都是受東華的栽培的 就是在這個家庭裏面成長 那到了大學之後 依然都可以得到這麽多支持 其實真的覺得很窩心和溫暖 還有我覺得 是東華的教育一直影響了我 所以令我在學習上面都有更加多的目標 那例如我現在在土木工程是走動 那我覺得這個都其實跟東華的教育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這個科目是 跟社會的關係是很深的 在如果是成才之後 以後就可以好好地回報這個社會 為社會的建設作一個貢獻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東華的一個 一直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影響了我 東華三院其實投放了很多資源去培育而青人 那其實你們有很多的機會 資源去見到這個世界很多的東西 有很多機會去探索這個世界 其實都是要多謝我們東華三院的董事局 和社會各界的善長去支持我們才有這些機會 在這裡考考你們 記不記得我們校歌裡面副歌的歌詞 當然記得 愛東華 愛武校 他若成才 共務社會 報恩厚 這一個副歌的歌詞 其實包含著就是東華三院對我們的期望 在接下來的時間 我想我們都要好好地思考 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去回饋我們的母校 我們怎樣去保持和東華的關係 以及我們怎樣去實踐我們作為一個東華人的精神 你們怎樣看 就好像我自己這樣 中學不完業之後 在大學的期間 就回到母校陳兆民中學 擔任救生會的主席 其實很多方面我們希望可以聯繫過往的救生 也都希望拓展下去 所以就希望其他的我的師弟妹 可以感受到其實學校的師兄師姐 是一直支持他們的 當中我們很重視的 就包括每一年的career camp 生涯規劃營 我們都會有一大班的師兄師姐 回去career camp 跟他們做一些升學上面的分享 又或者生涯規劃上面的建議 甚至乎去到放網的時候 真是人生的大日子 我們都會作為主席 號召各位舊生一起回去 可能分享一下大家大學的見聞 又或者可能分享一下大家 有所聽聞 可能不同的行業、科目的發展前景是怎樣的 最重要是讓他們知道 在人生的分水嶺上面 其實自己是很多的支援 很多的支援 而且如果說到畢業之後 離開了東話的教育 我跟東話的連繫是怎樣的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旅行的時候 我認識了一些海外的朋友 結果他們就來了香港來旅行 他們就叫我安排一些 可能我們本地的觀光 但對我來說 我真的很驟手可得想到一些路線 原因是為甚麼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 原來我母校陳肇民中學 就發起了這個東話大使的一些培訓 我們就會去到東話三院文物館那裡 去做這個導賞員的服務 而這個培訓是很廣泛 很全面的 為甚麼呢 因為原來不單止去看東話的歷史 文物館裡面的文物 還會帶我們走訪大街小巷 不同的香港的名姓古蹟 去看看到底是東話 在香港整個社會的發展當中 扮演著一些甚麼的角色 當中我們會走一下中上環 會看到文武廟 甚至乎知道原來我們東話的總理 每一年都會在文武廟那裡 有抽祭典禮 而他們來的時候 我就照版主碗 真的帶他們走一次 這個中上環文武廟這些地點 讓他們都知道 香港的歷史是怎樣 更加有趣的是 他們原來在了解香港歷史的時候 也都在了解東話的歷史 東話和本地歷史的聯繫 以及他們也都間接 其實他們都是在用東話的角度 去切入了解香港整個社會 那你都真的覺得 很有意思的一次經歷 對自己來說 我就跟我的大學同學 一起開始了一個startup的project 就是做關於這個文創品和科技的結合 那說真的 如果不是在這個東話三片的經歷 令到我可以有一個很感闖 去敢於嘗試 也都很自信的性格 那就是東話三片幫我賣下了這顆種子 今時今日的我絕對不夠膽 以一個作為學生的身份 去挑戰一個startup的項目 而且他們的項目都和我現在大學的學校 即是青華大學合作 甚至乎還有人民大學 其實都真的很緊張 還有很害怕自己會做得不好 但是我自己身為東話人 在東話這個家庭成長 大家跟你說的就是 你一定要嘗試去做 不要怕失敗 其實反而你要在這個失敗之中去成長 只要堅持下去 他就一定會有收穫 東話三院其實一直都很自力 去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給我們的學生 而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學習經歷 讓學生從體驗中去學到知識之外 其實還要去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亦都去確立對自我和國家的身份認同 我們這一班的畢業生其實的分享 確確實實地讓我們看到 我們的畢業生其實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 一直都奮發向前 不斷地奮鬥為香港服務 所以我們都要繼續努力 不要辜負了東話三院對我們的期望 來到這裡我想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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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ze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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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